自3月12号首批五个在建项目复工以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在建项目复工数量过半,目前共有23个在建项目加速推进。 4月11号,记者在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重点工程太子城冰雪小镇项目第五工区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进行钢结构,木墙和土建的粗装修施工。 据生产经理张天威介绍,第五工区主要负责冰雪会堂、会议中心及800人聚场的建设任务。 从4月1号复工以来,他们增加施工机械和劳动力赶工,同时采取夜间加班方式增加劳动作业时间,以弥补因疫情造成的工期损失。 目前工人已经陆续返港达到了将近600人。 现在我们考虑到这个疫情,前期疫情对于这个工期的影响,我们也已经制定了这个抢工的措施。 在五月份,我们会预计达到一个劳动力的高峰,增加这个施工人员,或者两单岛,以及增加施工设备的方式,来弥补这个损失的工期,按时完成我们既有的这个节点目标。 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冬奥保障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位于张家口市经济开发区的河北华澳医院项目,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保障项目之一。 作为冬奥会期间为运动员、游客提供创伤急救、重症医疗、中转服务的医疗保障项目, 华澳医院自三月份复工以来,便制定了点对点包车,为工人提供交通补助等措施,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项目目前主体结构已完工,装饰装饰装饰工作正在有期开展。 目前人员进场及材料进场,满足项目的各项需求,正在全力确保满足冬奥会的各项工期目标。 据了解,截至目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在建的40个冬奥项目中,应急消防通信保障、 新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络示范区建设、安保工程警务室建设三个项目持续推进。 国家跳台淮雪中心、张家口奥运村等20个项目已经复工建设, 其余17个项目将在4月份全部复工,所有在建项目将于今年全部完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